我们再来看这个题目 三加负三 老师把这个题目写一下 我们在数学里面呢 这个三写在最前面的这个三 其实呢 它这边前面是省略掉一个正 一个正的符号 也就是说它是正三 加负三 我们之前有说过 这个正呢就代表有的意思 然后这个负呢就代表欠 我有三块 然后呢我欠别人三块 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我有三块 然后欠别人三块 那我把我有的三块呢 还给别人 那是不是就不欠了 不欠我也没有钱 所以我有三块 还别人三块 那结果呢就是不欠不还 所以我剩下零元 三加负三 正三有三块 欠三块等于零元 正三跟负三 刚好可以把它抵消 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以后当你遇到呢 这个三加负三 也就是有三块 然后呢欠三 欠人家三块 还掉之后 你就剩下零元 好像是三跟负三 就可以互相 抵消的意思 那同样的道理 那二加负二是多少呢 二加负二也是会抵消 所以等于零 如果是五加负五呢 还是会等于零 那六加负六呢 还是等于零 那你说 九十九加负九十九呢 还是等于零 那你说一千 加上负一千呢 还是等于零 以此类推 这个题目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